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个人理财必知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税务筹划的智慧,节省开支 二,信用管理的重要性,维护良好信用记录 三个人品牌的打造,提升财富增值潜力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税务筹划的智慧,节省开支 在探讨税务筹划的智慧时 我们可以从一个古老而又幽默的故事开始 相传在古代,有一位国王为了增加国库收入 决定对国内所有的光头挣税 他认为,既然光头在阳光下更能反射阳光 那么这些人就应该为享受额外的太阳能付费 国王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国内的光头们开始四处寻找避税的方法 有的人选择戴假发 有的人则是夜以即日地尝试各种偏方 希望能长出头发 最终,国王意识到他的征税政策 不仅没有增加国库收入 反而激发了人民的创造力和应变能力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 但他却生动地揭示了税务筹划的本质 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通过合理的方法来减轻税负 现代社会的税务筹划也是一门艺术 它需要深入了解税法 财务规划以及商业运作等多方面的知识 比如,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成本分配和利润分配策略来优化税务负担 例如,将一部分利润以员工福利的形式发放 既能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又能享受到税收优惠 又或者,企业可以通过设立研发中心来享受政府对创新和技术发展的税收减免政策 个人也可以通过合理的财务规划来进行税务筹划 比如通过投资养老保险 购买教育储蓄账户等方式来享受税收优惠 此外,合理的资产配置和转移也是个人税务筹划中的重要环节 当然,税务筹划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挑战和风险 一方面,税法和政策是不断变化的 这就要求个人和企业必须时刻保持警觉 及时调整筹划策略 另一方面,过度的税务筹划可能会引起税务机关的注意 甚至被认定为逃税或逃避税收 从而面临法律风险 因此,税务筹划就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棋局 需要智慧、耐心和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 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税收政策和优惠 又要确保所有的操作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只有这样才能在确保合法合规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减轻税负 实现财务自由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信用管理的重要性 维护良好信用记录 在这个数字化 信用为王的时代 维护良好的信用记录 就像是在社会中穿行的隐形披风 既是保护也是通行证 想象一下 如果历史上的人物也有信用评分 那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拿亚历山大大帝来说 他可能会因为征服世界的速度 比偿还债务的速度还快 而被信用评级机构 给予激进扩张者的标签 而诸葛亮 凭借其精明的经济管理 和稳健的策略 很可能会拥有超高的信用评分 成为三国时期的信用之星 但让我们回到现实 信用管理的重要性 不仅仅体现在金融领域 它如同一面镜子 反映了一个人的责任感 诚信度和管理能力 良好的信用记录 可以让你在贷款 租房 甚至求职时都如鱼得水 而糟糕的信用记录 则可能让你处处碰壁 有趣的是 维护良好信用记录的方法 其实并不复杂 但就像是坚持健身一样 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首先 暗示还款是基础中的基础 就像是健身计划中的 热身运动 不可或缺 其次 合理使用信用卡 避免过度接待 这就像是在饮食中 控制热量摄入 保持健康的金融体态 最后 定期检查信用报告 及时纠正错误 这就相当于定期进行体检 确保身体 财务状况 处于最佳状态 想象一下 如果财务管理 也能像健身一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 维护良好的信用记录 就不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而是一种自我提升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能够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 还能够培养出 更加负责任和自律的个人品质 所以 让我们像对待健康一样 对待信用 不断提升 精进 让良好的信用记录 成为通往成功的隐形披风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个人品牌的打造 提升财富增值潜力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个人品牌的打造 就像是在茫茫人海中 为自己架设一座灯塔 让远航的船只 能够在夜晚找到方向 而这座灯塔 不仅仅是为了照亮他人 更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财富增值潜力 那么 如何打造个人品牌 成为一个财富增长的磁铁呢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问题 同时不忘加入一点幽默 让这个探索之旅 不那么枯燥 首先 我们得认识到 打造个人品牌 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它需要的是 持之以恒的努力 和不断地自我提升 就像是种植一棵树 你不能每天去拔高它 希望它快速长大 而是要给它水 给它肥 保护它不受害虫的侵扰 同样 个人品牌的建设 也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新知识 提升自己的能力 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曝光度 让人们记住你 了解你 接下来 我们要学会 如何有效地展示自己 在古代 人们通过书信 诗歌 来展示自己的才华 而在今天 我们有了社交媒体 这个强大的工具 通过微博 微信 LinkedIn等平台 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 生活点滴 甚至是对世界的看法 但记住 分享是要保持真实 不要为了迎合他人 而失去了自我 正如一位古人所说 无日三醒无声 在这个时代 我们也应该时时刻刻 审视自己的分享 确保他们能够真实地 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和专业能力 此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 撰写文章 出版书籍 参加公开演讲等方式 来提升个人品牌的影响力 想象一下 当你站在众人面前 自信地分享 你的知识和见解时 那种成就感和影响力 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而这些 正是个人品牌 带给我们的财富增值潜力 最后 我想用一个小故事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 有一个年轻人 他非常努力地工作 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财富 有一天 他遇到了一位智者 便问道 智者 我应该如何才能变得富有 智者微笑着回答说 年轻人 你首先需要建立自己的品牌 让世界看到你的价值 然后 财富自然会向你涌来 年轻人听后恍然大悟 从此开始致力于 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 最终不仅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 还成为了一个受人尊敬的社会贡献者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致力于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 让它成为提升我们财富增值潜力的强大工具吧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探讨了税务筹划的智慧 维护良好信用记录 以及个人品牌的打造 这些都是在现代社会中提升财务增值潜力的重要方式 税务筹划不仅是一门艺术 更是一场智慧的游戏 通过合理的成本分配和利润分配策略 以及合理的财务规划 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税负 实现财务自由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维护良好的信用记录 就像是在社会中穿行的隐形披风 它可以让我们在贷款 租房甚至求职时都如鱼得水 所以让我们像对待健康一样对待信用 定期检查信用报告 及时纠正错误 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 打造个人品牌 是提升财富增值潜力的重要方式 通过学习新知识 提升自己的能力 同时展示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生活点滴 我们可以在社交媒体和其他平台上 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记住 要保持真实 不要为了迎合他人而失去了自我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税务筹划 信用管理和个人品牌 有什么疑问或者经验分享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讨这些话题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